G230是世界展望会全球性人道救援行动 台湾世界展望会大使陈建州代言G230 与音乐人王洪恩经自前往非洲探访 填当地灾民的生活情况 非洲星巴威的话 其实看到当中是一些比较荒凉的景象 那也看到很多我们一般台湾所认知的一些 看到的一些画面 但是我觉得这次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更感受到他们当地的需要 他们其实比我们台湾任何一个小朋友还快乐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跟需求 也不用跟别人竞争 虽然他们肚子很饿 但是他们心灵很饱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我们看到他们很破旧的房子 对他们来讲是很豪华的 对他们来讲 他那个房子是非常舒服的温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或许刚刚五位志工他们有学生志工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真的是我们旧观念跟文化的一些偏差的部分 那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讯息资讯带给大家 对对对对 觉得台湾是燃起了一线希望 真的就是台湾很多行业 或者是学生朋友都向下沉沦的阶段 还有他们五位这么优秀的 然后愿意用他们的双眼来见证爱的传递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在8月6号的时候呢 如果你们也想要代言的话 就可以上网报名了 然后我和洪恩啊 还有很多往年的一些代言人都会出席 然后用音乐来传达这爱的讯息 就在黑人前往非洲时 女友范美琪不幸发生意外 从演唱会舞台上跌下 虽然不在女友身边 但黑人的心一直迁徙着范范 所以结束非洲探访回到台湾的饥饿大使黑人 王洪恩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除了分享前往受住国的感想心情外 还与媒体分享他对范范的牵挂 我都还没见到他 因为他就去 现在人在新加坡嘛 那个时候是我一下飞机发生了一段插曲啊 然后我都有写在日记上面 那时候 因为一下飞机接到电话就 我们那个Channel V的Andy啊 打电话给我就说 你先不要紧张 冷静一点 范范从舞台上跌下来 我这什么冷静 然后因为收讯各方面那时候比较模糊 然后他就说现在现场很混乱 然后状况都不知道怎么办 救护车现在已经来了 送他到急诊室 然后电话就挂了 我心也凉了 对啊 他说到急诊室再打电话给我 那个过程中 简直就是天人交战 然后各方面五位杂成啊 因为我第一个浮现画面就是不让油干这位前辈嘛 然后从舞台上意外致死的一个画面 然后后来再听到他声音之后啊 就感谢主啦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长啊 还有当地那个 掌握会的会长Lessie 带领我们全部的团员啊 还有当地的一些同工 一起祷告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 祈求上帝的怜悯 因为我无能为力 因为我飞了将近快两天才到达那边 然后如果说真的要回去的话也不可能 因为范范后来跟我讲啦 他说他真的没事 然后请不要担心 因为他很怕我担心啊 会影响到团员的心情或这次的任务 然后他也跟我讲一个重点 他说比起他的伤啊 然后再跟一些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朋友啊 小朋友啊 真的算不了什么 然后上帝就是要有传达讯息的意义 但是用他受伤的方式吧 对啊 对